1967年當時沙頭角那些警員被民兵捉了之後 他們簽了很多東西認罪的 但是放回來之後 香港政府就向全世界說 根據人權法在失去自由下認罪 他們是不承認的 可以不被承認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 先不要講這個問題 我先講一下這個 我在《基本法》拿回來的詞典的解釋 《基本法》49條就說 如果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 政府可以在三個月內把法案交給立法會 從而 但是在立法會 在立法會不少於三分之二的議員再次通過 這樣行政長官就在一個月內要解散立法會 這個有一個解釋的 這個解釋是怎樣的呢 就是在這個人大 全國人大圖書館那裡 在這個《基本法》、《憲法》那裡 《憲法》的詞典那裡這樣說 他說 本條是關於行政長官 簽署立法會通過法案的規定 體現了行政與立法之間互相配合 互相制約的關係 接著《香港基本法》四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 立法會規定的法例必須要經行政長官簽署後方能生效 對於立法會通過提交行政長官簽署的法案 或者行政首長有權簽署或決定不簽署 本條例對行政長官的簽署或不簽署 就作了下面的規定 一、行政長官如果認為立法通過的法案 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 可以在三個月內發回立法會再審議 重審的法理理就是 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整體利益 如果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精神 不符合行政長官立法的互相配合 互相制衝的原理、原則下 不符合政制發展、程序漸進的原則 不符合行政制發展、程序漸進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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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合行政制發展 這條論是否有問題 行政長官的主持會告訴首長 這條論是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中國的首長看了之後 就說我不贊成 按下立法會 這樣的時候 立法會就必須要通過 通過或者不通過 這是第一條 全國的首長是有權干預的 這就是《基本法》第49條 第50條是說什麼 香港特別行政區 如果拒絕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 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儀善案 其他重要的法案 經協商後乃不能取一致意見 行政長官可以立即解散立法會 行政長官就可以解散立法會 本條關於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的規定 實現了行政與立法會間互相制約的關係 行政長官在下列的情況下可以解散立法會 行政長官如果拒絕立法會通過的法案 或者所有的預算案呢 行政長官就說解散立法會 解散之後呢 再重選 如果這個預算案或者這個法案 對於香港市民是絕大多數都認同是不應該的 這個預算案是傷害了香港市民 這個法案是傷害了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就依然就選這幫人 選這幫人之後呢 這樣行政長官呢就必須要下台了 這個法案是寫得好是行政與立法會的商約 還有行政長官不是可以默空一切 不理市民怎麼看法的嘛 而且還有啊 當這個預算案被否決之後 行政長官解散了立法會 這樣的時候呢 因為財政預算案通過不到 但是政府可以提出六個月內的預算的財政 因為這個財政雖然沒有經立法會通過 但是是可以 政府可以拿足六個月的費用 不用使得特區政府一切行政 會不會把那 tab 因為他們不肯定 вещ 他們主要跟 Lamon 要不肯定 如果你去辦公為政館 會不會到.... 會不會批評… 為什麼族房 Wall Street 你找廢話 而且現在就說你違反了《國安法》 喂 《國安法》是怎樣的 《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常委定立的 全國人大常委定立是不可以推翻全國人大代表所定立的法律 在《基本法》67條規道明 他說當全國人大休會的時候 或者全國人大所定立的法律地方有些沒有執行 就由全國人大代表 要求地方照顧全國人大所定立的法律來推行 或者在法律裡有一些不清晰就解釋立法的原意 但是全國人大常委不能夠修改全國人大所定立的法律的原意 我也有點懷疑 我真的不明白 因為《基本法》23條就說明了 《香港國安法》由本地立法 不是由全國人大常委立法 那已經是違反了這個憲法的規定了 那在這樣的規定之下 那你經常說《國安法》是凌駕《基本法》 《基本法》是全國人大所定立的 那怎麽去凌駕這個法律呢 另外 其實呢 我們鄧主席呢 以前立這個《基本法》是立得很好的 那我曾經看過這個草委和這個《基本法》的詞典 怎麽說呢 第26條 《香港市民依法享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那 那個解釋的爲什麽呢 爲什麽我們要寫有依法兩個字呢 不是寫享有呢 因爲選舉和被選舉權 是所有公民應該扶有的權利來的 如果萬一香港立法會 即是好像現在這樣 來推翻了這個選舉和被選舉權的規定呢 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寫著依法就說 必須要跟隨這個法例 是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不是要選那些所謂愛國者治港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都不明白爲什麽他們可以推翻了 這個26條立法的原意呢 我們就會想一下 喂 究竟現在還有是不是法治呢 我們習主席一直在這裏說 現在中國是進入了法治時期 以法治國 只是這幾條都不是以法治國啊 那我們就會想一下 喂 以法治國 是否只有一個講字啊 只是說真是以法治國啊 我們是否應該要按照基本法 是普選直到普選這個行政長官 和全體立法會議員是沒有功能組別呢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大家都是在那裏 喂 將那些混亂 人大常委說什麼就說是對的 人大常委說的東西不對 我們可以有權去反對的哦 好了 這個就是講憲法的問題了 那跟著呢 我就也有人說哦 我的好朋友啊 昂伯 昂伯呢 整天都說哦 喂 四十七人案 其中有大半認了罪哦 那天他可不可以說不行呢 那這裏又有個故事講給大家聽了 在一九六七年 七月八日 朝早十點半鐘 當時呢 就是這個沙頭角 中界那方面呢 就有幾百民兵 拿著重型的武器 就衝過來這個沙頭角警署 就向沙頭角警署釘射 這樣呢 當時沙頭角警署的警察呢 就只能夠用催淚彈和木子彈回擊 但是最後 所有這個彈盡差不多了 那沙頭角警署就向著這個 香港警務署求援 另外警務署呢 就向英國英軍 那裡幾六月一 那裡半左右 有一個英軍住在那裡的軍營 向他們求助 要求去解救被困的警員 但是 當時 英國 那個香港那個英軍的那個先人就說 不行 你要調動英軍 必須要得到英國政府的命令 才可以動動英軍的 那這個時候 那香港政府沒有辦法 唯有調動 他們認為 對英國最忠誠的 就是這個政治部的人 當時政治部的人呢 有一個沙展帶著幾個政治部的人 是我最好的朋友 梁先生 現在他在英國的了 他呢 就帶了去 去到之後 給民兵的槍 一二三 還沒下車已經射爆了 所有車都不能夠走 然後就被民兵包圍著用重型武器 但是當時的政治警員呢 只是手槍而已 唯有舉手投降 就被他們俘虜了 這裏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這裏 當他們俘虜之後呢 就被沙頭國的民兵 要他們簽了很多東西 說他們是侵略香港 怎樣當時是暴動 怎樣虐待工人啊 怎樣成 他就照簽 後來呢 這件事兩日後平息了 英國和中國 在那裡交涉了之後呢 就放回他們 但是沙頭國那邊呢 那些民兵呢就說 喂 你們答應了我給香港 我又什麼又出 香港政府就說了 在所有失去自由 而被困的人 所簽的口供 是不以承認 不以承認 那這條是案例來的 以後他們可以用這條案例 到這個日內瓦國際法庭去推翻了他當時認罪的態度 是不以承認的 有案例的 大家應該要明白了 阿昂伯 麻煩你經常說可以推翻 怎樣可以推翻呢 就是這條案例了 可以推翻在被困室內自由下所簽的東西是不以承認 另外還有 大家有沒有想過 就是我們應該要明白 當時下口供的時候 警察有沒有引誘他們呢 這個又是一個罪行來的 如果當警察去到一個按摩院的時候 他要找小姐 他是放蛇 他只能夠由小姐說 說我多少錢 有什麼什麼服務 這樣就罪成了 如果警察走到這個按摩院 跟小姐說我給多少錢 你為我做什麼服務 這個就是引人作不道德行動 是引誘人的 所以這幫人認罪 當時是否受到引誘呢 說你認罪減輕一點 又什麼又或者是免於起訴做污點證 所以是不以承認 是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可以推翻的 我告訴你 因為我最尊敬的 他有三位 三個法律學位的 好了 我們講完兩宗法律了 我們再講一宗法律 相當好笑的 今天 政府在賣報紙的時候就說 任何地產商 如果投地的時候 是違反了國安法 這塊地可以充公 可以不給它 而且政府拿回的 這樣什麼叫做黃法啊 你只是對發展商 立這條法律 選擇性和針對性執法 你要想一想 如果我在一間餐廳 我開餐廳 突然一幫黃絲的朋友進來吃飯 那你說我招待村民 因為他們在開餐廳 那那個餐廳是不是要被政府充公呢? 而且歐六圈已經講過了 我們曾經吃過多少次 多少次飯 這些餐廳都是協助 村民 我來給地方他們在那裡吃飯 給地方他們在那裡開會 這樣算不算是村民 也會變成村民 另外還有 如果整班幕一看 那些出戲好看 光復香港或者什麼那些戲我好看 我整班黃絲去那間戲院看戲 是不是也是戲院提供一個集會的地方 他們那間戲院也要封閉 不論這些東西 整班黃絲因為要去開會搭地鐵 那樣地鐵公司是提供交通的方便 他們也應該整個地鐵都封閉 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才是執法標準 不是你立這條法有什麼用 為什麼只是針對這個發展商呢? 不針對酒樓啊 食肆啊 醫生啊 任何人等啊 百貨公司啊 或者他們整班人去買些T恤回來印 那個廠家那些全部都有罪的喔 個個都可以告的喔 即使我 其實隨時可以告我 因為 所以希望大家以後不要叫我做覆核王 因為覆核也是串謀顛覆政府 你 因為你和政府作對 就是串謀顛覆政府政權的罪 喂 那麼連到司法覆核以前我們司法覆核 我都有被抓的嫌疑喔 這條什麼法例啊? 不知現在怎麼樣啊? 我們啊 我們的偉大的鄧小平 他曾經說過 中國幾十年的和害 三反 五反 民間 鬥了鬥油 全部都是極左思想 引發到中國 一直不能夠前進 妨礙了國家的發展 這些就是極左思想所引起 今天香港 是不是又是由極左思想 由一個所謂金融中心 變成一個爛攤子 本來我們是一隻生金的雞蛋 以後我們可能要等大陸來接濟 這是很明顯的道理來的嘛 你 極左之後 誰走來你投資啊? 那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講過一句說話 就是說 我們要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唯一的出路 就是中國政治可以強大 但是我們改革開放 我們一定要和美國結交朋友 因為只有和美國交易 和美國有貿易 或者靠著美國來發展 我們才有本事可以改革開放 那 鄧小平已經講過這句說話了 你今天 嘩 又說美國什麼 又說美國什麼 這樣 你是不是想將國家 變回好像文革的時候 一窮二白呢? 為政者 必須 麻煩你啊 不要那麼阻礙啦 你以為你拆鞋 我就可以升官發財嗎? 可能你是落錯了鞋子的 我說的話就是這麼多 說你對那裡了 因為我還是會有... 該為什麼一天真正用 要做這種報警 你拆鞋子